就可以做这些事情了 在台湾大概有做过这个的不超过五个人 大概都是我们的同学 当他们把我们买的某块地毁掉的时候 我就要求那些同学重做 大概我应该是第一个 这个不太很好玩 可是这个 因为等于上面的你要重新再搞一次 有时候有点麻烦 但是我们没有要做那种地形很复杂的 但是这个CAMERA可能就在这里 你有的时候要做那种大的时候 那你就要做这些 那做大的是很困难的 那做小的也是不太一样 有人做到非常非常细小的 他上面就非常非常细小 这个在YouTube里面 他在Second Line网站在YouTube里面 他都有很多这个video 都告诉你说怎么样做这种特别的 或特别大的或特别小的 然后Mouse Move Sun 这有什么意思呢 那你是神了 我说我们可以调 我们可以调这个 我们在里面本来就可以 上次来就有看 我们可以调现在时间是 全部调成正午 都比较亮一点 不让他的这个昼夜循环 可是你甚至可以什么 可以把太阳的位置调整 可以拉着太阳跑 太阳现在要在 Mouse Move Sun 这是在 这个是Debug menu 那有一个Debug menu Debug的时候 必须要把Debug On 然后才能做这个 那有一个Texture的 就被Texture等一下我会谈的 Highlight Transparent High Show UI 然后这个Fog Off 然后这个Togger Animate Texture 这个有用我们到后面来 Link Link and Link 等一下我们也是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这是Constructing ABC里面 需要注意到的 很重要的一个动作 Link and Link 因为你一个复杂的物件 你不可能是只有一个Print Print们等一下再介绍 就是它不是一个东西做成的 它可能是好多个 那好多的东西合起来的时候 那你必须把在实体 你要把它Link起来 资料结构 你就等于Link 你只要Link起来 那上个礼拜 我们有谈那个一个人 对 这个人上面有各种 有连骨骼的 有连这个皮肤的 对 骨骼加皮肤的 那我要做一个 自己要做一个物件的时候呢 那一样 就要把它Link 那Link起来的时候 那有时候 那里面就会 你可以想到这个Tree资料结构 它就会有一个root 那它就会有些限制 那有时候想把它离开 拉开的时候呢 就是Unlink Link就Unlink 然后MiniMap 然后For Sunset Snapshot Snapshot就是我要照相 那这个我照相 然后这个 然后 SIM Statistics 这个就很有趣的 这个就是Server端的统计的资料 你可以看到 现在 你所在的这块地 那个Server 那Simulator 它现在的loading是多少 然后它可以给你的friend rate是多少 那这些 我们如果以后要再拍这个片子的时候 做Machinema的时候 那你就要考虑到 你要看它那边的 那边 你看端你要Capture 然后那边要传过来 你距离要拉多远拉近 那这个时候 这个SIM Statistics 你就要参考了 那Texture Console Texture是蛮重要的一个东西 因为 从某角度讲 Second Line里面 一切的东西都是假的 就是都是你去贴的 贴皮贴上去的Texture 那 那当然可以让你有 真的这个 换进 可是 可是这个Texture的这个部分 那Texture它也是物件 但它有特别的物件 那贴上 那你怎么样贴 你怎么去贴 怎么样去repeat 这些我们后面都会看一下 那这里面可以千变万化了 好那然后 Editing的Shotcut Editing的Shotcut里面大概是 那这个 很多都是你直接它都有界面 但是你不习惯用界面的话 你就用这个Shotcut 你要去把这个物件 要去做移动的时候 或者要做这些时候 或者你直接拖拉 有滑鼠你就拖拉做 但是有的人他不喜欢用的话 你就直接可以用这个Ctrl Key 那Shift Drag是很方便的一个 就Copy Object In Edit 就你在Edit到一半的时候 你要再Copy一个的话 Shift Drag 这个红字呢 这个特别 特别方便的 可能会用到的 其他的就看你的习惯 你习惯用keyboard 不喜欢用keyboard 就用这个Windows的界面 就用这个UI在做 那Script Editor Script Editor就是我们要写程式的 要写程式的时候 连到 任何程式都连在物件上 那那个物件里面呢 那你可以 你可以这样 Ctrl F的话就是 那当然也是有一个界面 然后同时还有一个Editor 在线上 那你要不要在那上面做呢 也不见了 你可以外面写了Copy Paste进去 你可以在里面写了 再把它Copy出来 这些都是可以的 但是基本上 你要Run的话 一定要在里面 在里面Run 那Rendering Rendering是 就是把那个物件变成 2维的 3D物件变成2维的 这时候我要呈现的时候 那有些东西是可以 比如说效果是 比如说我要 Turn Practical Effect On Off 那Partical Effect 比如说有烟啊 雾啊 或下雪啊 或是这种枪打出去的 有这些烟等等 这些东西 那你要 那Off掉以后 效能会比较好 或者你就可以 把一些东西去掉 就是你要看 那On的话呢 那可能就要效能 Rendering要花比较多的 力气 或者在Debug的时候 你要Off或者On 那这个常常用 那 这个Remove All Linden Tree 那这个Tree 就把Tree 不要Rendering Tree也是蛮 Tree是一个特别的物件 植物 植物 你自己做一个植物 你要花很多的这个 你叶子一片片的 所以它Tree的话 它就 Tree还可以随风摇摆 它这个 有些这个效应 但你可以自己做了 但你用它这个 这个Tree的来做 是这个特别方便 那Remove Ground Cover 那这个 OK 那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先把这个 同影片的谈完 我们再去看 那 使用的时候呢 你要用的比较 好一点 让自己当使用者 比较舒服 我们刚才都使用者 比较舒服的话呢 那你要 能够比较好 增加你的accessibility的话 多加一些Landmark 自己加一些这个 你要去 然后呢 设定Landpoint 然后多用Teleporter Teleport就是这个 就从这个地方 立刻就转到那个地方 就Teleport 跟打电报一样 立刻转到那个地方 如果是你穿越时空的 那叫什么 在电动玩具里面 你自己 如果是从这一 你从 我从这一点 到另外那一点 我就Teleport过去 如果你说这一点 换到另外一个时空里面 这个叫什么 物理里面 学了 虫洞 对不对 Warmhole 对 这个物理也有 电丸里面也有 这个 这个 你们都没有玩的 还是也不看小说的 虫洞就参阅过 参阅过时空的 这个 所以来修这个 客人都是不玩电丸的 来修电丸 玩电丸的人都不敢修 他只想玩 不想开发 那虫洞 那也不是电丸 那是从一个时间空间 到另外一个时间空间 那这个 Teleport 其实在塞根里面 当我们说 他事实上有很多不同时间 但是他事实上还是同一个 对我们那里还同一个时空 他只是把它做成不同的影像 做成中世纪的 做成美国西部开发的 做成这个中国古代宫殿的 这个到处都有 那可是 那个其实是 在里面 我们还是存在 同样的一个时空里面 那如果真的 的话到物里面的 或者有些game里面 他给你让你穿越时间的 那个东西 那个就叫Warm home 电影里面也很多 不是电玩 电影里面有很多 你要换到 那个Back to Future 什么 那个老电影 新的电影也很多 那Avatar他们开始的时候 stand的时候就会 push up 就站着的 那 要小心 camera stuck in the ceiling wall 就是如果在比较小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用mouse look 你的camera 你的camera 原来 default mode是在 在你的头上 然后他有时候会被 被卡在这个 屋顶上面的时候 或在墙壁的时候 你有mouse look的 你就知道 你件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 把这个scale稍微参考一下 他人都很高的 女生都18 182 183 对 男生是6米7寸 这个 再加上 195 对 这个 以上 就接近200 所以所以都这个 这个195左右 都很高的 195 197 对 那 那 那这个 所以啊 因为 因为人都那么大一个 所以 你要盖房子的时候呢 你的scale就要 看我们一般的 这个 3米的这个房子 就OK了 在我们 那如果在